今天来看一件给客户定做的 羊皮仿恶意纹的 就是机车皮 看一下 这个是亚纹的 绵羊皮亚的 出一看下 真的 其实它是绵羊皮亚的 看看这机车款 全部是五条亮银色的 YKK的那里 做工都是非常精致的 看这边的话全部是油边做的 你看 这一块包括 零是这一块全部是油边做的 还有袖口 拉链 精致的做工 跟真的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皮调上面肯定是有一定差距的 假的就是假的 但是假的做起来方便 快壮大 真的的话讲究对称性 做起来很麻烦 而且价位的话相差十多倍的 真的一件好几万 假的就没多少钱 如果皮量做的话 可能也就一两千块钱 这个就是前面 然后来看一下后面 然后这是后面 后面的话是一个 还是一个牛仔风的设计 就是下面分三片 上面一片 然后一个下板 下板 这个的话还是有一定对称性的 我们做的时候 虽然是仿的 但是也要做到对称性 这个皮的质感有点像真的 因为你看卡丝卡丝想的还是比较硬的 虽然是绵羊皮亚的 做工这边也是油边的 做工什么的都是非常好的 小袖也是做的对称的 包括袖子也有点对称的 当然不能做到完全对称 款式的话就是这样一个款式 如果做真的的话要好几万 最后顺便来看一下圆皮料 这个就是刚才做衣服的 羊皮的压的 鳄鱼纹 这个背面 其实是没羊皮的 然后还有一些别的 也是同样的是这种纹路的 只是风格不一样 有的是哑光的 有的是亮面的 基本上都是以黑色为主 有的是压的是那种背纹 有的压的是肚子纹 像这个就是米色金色的米金色 大部分都是以黑色为主 因为黑色的最像 别的颜色基本上做出来 要不怎么像 像做那种喜马拉雅的 基本上做不出来 皮料就是这么多 给大家大致的看一下